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把目光投向中国 中美两国相隔遥远 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 请允许我继续讲下去 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尽善尽美的 对人权方面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弊端和消极现象 中国政府一直认真努力加以克服 在中国把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结合起来 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百闻不如一见 只要朋友们到中国实地看一看 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人权的进步 和中国政府 为保障人权所做的坚固努力 就会有个客观的理解和认识 但是我也希望美国有关方面 应该放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 我举了个例子 我说中国需要数控机床 需要计算机 我们还可以合作搞核能发电 谢谢您的观看 我觉得温总理给人的态度是很开明的 跟一般的中国政府官员 给人的严肃保守的印象 有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他在回答有关 在共产政府里面举行选举制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他蛮尖锐的 然后他答得也很好 谢谢